你好,兩位主持人好 你好,怎樣稱呼? 我叫Joey Joey 是呀 有什麼經歷?是你自己的 是我親身經歷 我是住在新界區 最初搬進新界區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 就算是新界區也好 租金相對比較便宜 環境有多好 有一個很大的花園 在地上 自己剛好在旁邊位置 很獨立 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和我的小朋友 好像經常都會感覺到 有些其他朋友的存在 譬如每一次走回家 因為我在最裡面的那間屋 我們要經過一條長的走廊 但走廊是燈火通明的 但每一次我都覺得 好像後面有人追著我 我的心會很慌 很害怕 一回到村屋的地下 我就會立即關上鐵閘門 頭也不敢出去看 試過住在那間屋 發生過一些怪事 我有兩隻狗 牠們經常看著天花板 好像狼叫 嘩 嘩 很厲害 就是這樣 就算你怎樣勸她 制止她 她也是堅持要廢 她也會廢上一段時間 但是 樓上又不會有人投訴你 她這樣廢到 然後又試過 睡到半夜 突然間 整個房間的天花板 都是蚊 那個多的程度 不是一隻兩隻 是你覺得你的頭頂 是黑了 好像有一塊大黑暈 揹著你 那你很害怕 那你衝出去 那有蚊 應該是整間屋都有 但只是間房間有 那廳一隻都沒有 都是在天花板的位置 即是牠們聚集了 對 只是在天花板 然後隔了大約一個小時 才散走 很害怕 但是呢 那裡因為事實比較便宜 而且那個環境都挺清休的 那我就有朋友 剛巧就想賣屋 那我就知道原來 我們村屋是三層的 那我二樓的單位就是吉的 那一到三樓就是有的 才有人居住 那我就推薦我這位朋友 去買這個單位 因為他賣的價錢 都比外面便宜 嗯 那接著呢 因為我這位朋友 他就在律師樓做那些文職 他有一天打給我 他說 嗯 你還是快點搬 我問為什麼 他說原來我樓上的單位 他查查過 就是因為有個人在 那個業主 之前的業主就在那裡燒炭 這樣就好了 那所以那個單位呢 就這麼便宜 就連帶我們樓下樓上的單位 都這麼便宜 而他正正過身的位置 就在 因為村屋長棟 由地下去到天堂 地下去到三樓 房啊廳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是嗎 我們很多蚊的房 就是他走的 就是他睡房 對 接著一聽到之後 就明白為什麼每一次回家 要經過門口 都好像這麼 心裡很不舒服 然後就馬上趕快搬走 哦 OK 即是大家的聲音都沒有錯 原來 只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覺得 為什麼好像不妥 很害怕 經常都會 那你收到這個消息之後 那你又隔了多久 之後搬走了 是馬上搬 業主也沒有反對 就是說 由頭到尾 其實業主是知道的 既然你不知道 租了他就不出聲 就是這樣 那當然啦 在於他的角度 哦 這樣也好一點 就是這樣 證明真的沒有便宜可以貪的 這個世界 是 沒錯 你要了解清楚 他的便宜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一定 他又不是真的便宜得很離譜 他只會比出便宜一點 那他就是會玩 他又不可以便宜得太多 你要起疑 他的單位不是空宅 是樓上那個 所以他很適合 他便宜一點 幸好有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就沒有什麼大外 小朋友就沒有在這裡 發出東西 因為 我們是做店舖的 他只有兩歲左右 他經常都會避開店舖 有一張桌子的位置 不走過去 那我們就沒有想過什麼事 小朋友可能純粹覺得 那裡不好 重手 因為他是兩歲領的時候 走得不太穩陣 但一天他突然看著那個位置 氣地在哭 那我們問他什麼事 他說 姐姐罵我 他說那個姐姐很兇地罵我 我知道 然後我們 當時幾個大人都在 我們沒有人見到有人 因為那裡 硬秀的時間 店舖沒有什麼人 那個位置也沒有人 然後 沒有辦法了 因為他真的很害怕 做媽媽的就唯有走進去 我說 不好意思 他可能弄到你也好 什麼也好 小朋友 你不要嚇他 然後他就沒有再說 在那個位置看到有姐姐 很鎮定 你和媽媽 但我很害怕 當然 但你很鎮定又很得體 我覺得 你過去當他說抱歉 可以留冬菇頭 但有空要吸氧氣 不要蓋住 對 這樣 但是他住那間屋的時候 沒有 他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然後再曬冬菇頭 就沒事了 就沒什麼再看到了 所以現在 少了 確實少了 好 多謝你分享兩個經歷 多謝 拜拜 拜拜 我記得我以前 我媽媽也是這樣跟我說 有時候會呸呸痕 剪了一些前音 然後我媽媽就說 不要看 還有遮住那個額 有什麼好 是啊 長輩經常都說 不要遮住那個額 而且鬼節 我記得以前有個同學 他有一期 他那時候很喜歡冬菇頭 但有一天他上學 突然夾起了頭髮 但又夾得很醜 我們就笑他 你的頭髮做什麼 夾得那麼噁心 他說 我媽媽出門口 還要夾 這樣說 然後原因是什麼 原來那天開始鬼節 他媽媽叫他這個月 都要夾起音 千萬不要蓋住 平時可以 但是鬼節不可以 就叫他夾起音 上學 真可憐 一直到回家 都要夾起音 好了 我們聽聽 第二個電話 如果你有經歷的話 可以繼續打來 特別是 會不會好像剛剛聽眾說的 那樣在你自己住的地方 嗯 都叫過 曾經 172 3 8 8 喂 是 你好 怎樣稱呼你 阿妹 阿妹 你這個經歷又是在哪裡發生的 其實原本 我想轉換另一個話給你 這個是我親身經歷的 是 是 那我 就 做過停車場 我就回狗 收狗 另外那個同事 有一個隊 是 在烏溪沙 我家的 那 那 我日後就沒有時間的 那我收九點 那我就 回去 家 那誰知道呢 我夜間呢 就連續 要我頂他三四晚 嗯 那 那 我會 我覺得奇怪 那老闆叫到 那就隨便啦 最多 如果你累了 你寒張 或者 夜一點 沒什麼大車進來呢 那你就寒張床睡覺啦 是 是 那 那我沒有理會他 那我 但我都會辛苦的 是 那我就說 喂 第四天了 那我 那我 我跟我老闆說 然後那夜間回來了 但是他也過了九點鐘 是 那十點鐘回來 那他問我 你覺得 這幾晚有沒有事情發生 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說 我說 你不覺得 你自己不覺得 你自己慚愧的嗎 我連續整四天 我沒得睡 是啊 你日後又回來 又要追上他那間 還要問我 有什麼特別事 特別累 你說 我 然後我就回答他 我說 那他 你有沒有聽到一些聲音 或者是 然後你問我 看什麼 黑黑黑黑 就是那個大爛地 然後 然後 他說 他說 不如你告訴我 你發生什麼事 你自己 他帶了一個 二奶 在那裡 在那裡搞事 什麼話 誰 你說 叫你頂姦那個人 那個人 那個人是一個男同事 他就有一個 二奶 我們不要用那個字 鬼魂 他就帶了一個 二奶回去工作的地點 就是你們停車場那裡搞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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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些垃圾 明明 康間的門口 是有一個大的垃圾桶 那他就 不是 他就 開過 那邊 另外近路邊 那邊 那邊有一個窗 他就扔掉所有的垃圾 包括 就是骯髒的東西 就是垃圾 就是扔過去 誰知道那邊 那邊 那些草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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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墓碑 哦 那他遇到什麼 令他那麼害怕呢 你意思是有一個窗 就是扔出去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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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了一個窗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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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關停車場事 總之 就是路 就被貨車 拖頭 走進去 但是又有 那邊 你說那邊 不是 草 然後 另外那邊 就是草 高 山道 OK 地理環境大概知道 總之 他就把那些垃圾桶 沒有丟掉垃圾桶 就在那個窗裡 丟掉了出來 對啦 他心情就不好 走出門口 就有個大垃圾桶 那他發生了什麼事 令他那麼害怕呢 他說 每晚 有一些切鏈聲 三四點 有一些切鏈聲 跟著 見到那些人 不斷走 終於騷擾他們兩個 然後他的女兒 都不跟他 晚上再去那裡 只有他一個人 他就更加害怕 他說很多人的意 那些鐵鏈聲 是在停車場上班的時候 聽到 對啦 他說很大聲的 自從他鬼混完 亂丟垃圾之後 他再上班 晚上就聽到這些怪聲 傳出來了 他 他自己聽到 他沒有上班之前 已經發生了 所以他不敢 上班 就叫你頂了 所以就 所以他就問你 聽不聽到怪聲 有沒有看到怪東西 對啦 噢 其實他真的說你去死 你有沒有跟他絕交呢 我身平不作虧心時 我不怕 不過呢 我有見過 他長型的斗 有時候 那麼多個小時 最後的角度 他會拍一張櫃 我把電飯煲在那裡 是 那一晚呢 我就 煲 你知道啦 24個小時 是不是 我都會吃 我叫了人 買個白菜 然後 簡略一點 這些不用知道 我們來吃 煲湯 那我就 他說 他快要上班了 那我 我把肉肉 給陪著我的狗 那隻狗 那隻狗 看著我停車場 那些肉肉 給牠們吃 然後 突然 有個男人 我是感覺到 他是男人 蝕肥的 是 這位吃鬼 他在我右邊 在我右邊 看我在那裡 是 哦 你感覺到有這種東西 不是 我 我直接看到 看到牠在我右邊 我接著牠的牆 看到牠的 看到牠的 我知道牠是模糊 是肥仔 肥仔 明白 嚇到我馬上 好 貼著另外一邊牆 貼牆走 看著牆走 看著牆走 好 好 好 謝謝 OK 謝謝你的經歷 謝謝美 希望你工作 順利 順利 沒有人推你去死 沒有人阻止 不過你對 平身不作虧心事 多謝你 拜拜 Hello 喂 Hello 你怎麼稱呼呢 我叫Eddie Eddie Eddie 你這個是自己的經歷 也是 事情是怎樣的 我分別有兩樣東西 不過我說了一樣 好 好啊 好啊 有一個人說我小時候 那時候就喜歡打籃球 我住屋邨 屋邨對面有一個籃球場 嗯 嗯 那我就很喜歡自己一個去那裡 就是晚上練一下球 射一下球 是 然後有一晚呢 就是那裡 11點就關燈了 是 然後我自己就 因為整個籃球場都沒有人 那我自己一個 那我就打到他去關燈 嗯 然後一關完燈之後 我就坐下來休息一下 那我的籃球呢 就放在地上 是 誰知道他自己懂得動 怎麼為自己懂得動呢 你看到他怎樣動 是 因為那裡就是 一個屋邨 他後面有一些草叢 就是一些樹木 那些東西 嗯 那我放下一個球 就這樣放在地上 那我沒有理他 我跑來玩手機 那樣休息一下 那樣 那 他就無故的那波就懂得動 然後就滾了去後面那些 就是 男朋友後面那些 就是草叢裡面 但是你肯定那波是自己動 有時候的波有些少風吹 對 還是他擺不停他都會動 是啊 是啊 就是我對我想過 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那我就是 家仔那你已經關了 然後我就想過去倒閉 然後我一走過去那裡 我就覺得很冷 那時候是夏天 所以我覺得突然氣氛變得超級冷 然後呢? 我就整個人無管冷 就是你感覺到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然後我就馬上拿走那波 馬上衝過去 拿回的 但又是否真的過了那些事情呢? 我有一個問號 其實當下你很害怕呢? 其實當下只不過是 可能是 然後你說是否還有另一單是怎樣的? 另外一單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九龍灣地鐵站 有 那時候我和我女朋友兩個人去 即是走完街回家 那之後呢 我就一路走到月台 即是已經下車了 坐便梯下去了 然後呢 那個正常已經是室內空間 因為它的出閘的位置是在地下 是的 然後那個天花是沒有東西的 那天花是平的 那我們走一走 無緣無故 天空突然飛了一個玻璃瓶下來 飛了一個玻璃瓶下來? 那又關什麼事呢? 突然間有一個玻璃瓶在我們面前 爆了 而周圍不是有任何 有人在旁邊的 旁邊全部都有人在 那附近有沒有高樓大廈? 沒有 即是我們直接是一個 它意思是室內的 是的 室內 我們看得上天花上面是沒有東西的 即是看得上天花上面是那些 即是地鐵的那些 我明白 那些吵 那些 會不會有在附近拋高的那些 是的 我們有想過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看一看旁邊的人 即是看他們什麼反應 那他們全部都呆了 其他人都看到的 是的 但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玻璃瓶飛下來 總之在我們面前 即是我們走前多一步 就已經是 就中招了 是的 總之是很大聲 爆了 OK 好 多謝你的經歷 雖然我無法印證到 究竟是否那些東西 是的 但確實是解釋不到 是的 之後那個月台的站長 他都出來看 OK 他都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玻璃瓶在天空裡飛下來 嗯 好 幸好大布籃布 超自然的東西 是解釋給我 多謝你 拜拜 多謝你 拜拜 不過他講起 說在後山那個 不是後山 即是他對面 屋邨的籃球場那裏 即是那個波動 是的 那個波動 有個 令我想起一個朋友的單位 很簡單 他那時就是 一群踩滑板的朋友 然後呢 又是去那些 山卡蘭地方踩板 類似有球場 總之呢 就是他們走的時候 就發現 有其中一個零件 就不見了 你當是屍兵零件 那樣 他們穩困自己踩開那個 因為他類似都是一個籃球場 這樣踩的 然後他們一直 找都找不到 接著就放棄 算了 走 可能不知留在哪裏 對 然後一邊走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是 因為是物主來的 他心心不焚 他說 沒有理由不見的 然後他 不知道突然之間 從哪裏來的 一個念頭 就說 不好意思啦 如果 你拿了的話 你可不可以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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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對著空氣這樣說 你沒有哭嗎 沒有的 沒有哭球 沒有的 然後他在回程 你當一條石地大直路 在一條路的正中間 看到他不見了一個靈體在地下 是啦 很明顯在中間 好像他擺在那裏 告訴你 要你看到 嘩 那一刻他說 我決定了 我以後不見東西 都會用這一招 你試試 通常你不見東西 你不見東西 都會有人發訊給你的 如果有一次 真的沒有人找到 我不見東西 我再用這個方法 可能他就會出現在路中間 在直播式的中間 好了 我們聽聽另一個電話 Hello Hello 你怎樣稱呼 我是Kelly Kelly 你這個經歷是怎樣的 其實是在我家裡發生的 因為你今天的主題是在家 是呀 家裡也是 我家裡是由一間舊屋 拆了三層 拆了屋 拆了屋 因為師傅 他們會拜神 開工之前會拜神 是 然後 入伙 因為我本身搬出屋 都會拜四角 但是 因為我 想著師傅也拜了 我入伙就沒有拜 三層都沒有拜 然後 住了幾個月之後 差不多八個月 我爸爸就走了 是 走了之後 他走了 第一晚 姐姐就已經 開始見到他 因為我姐姐就跟我們說 其實他爸爸走的時候 他在印尼都會見到他爸爸的 就看到他爸爸在家門口 坐著 直腳吊 好像 吊起 即是 直腳不是放下 是坐著 但直腳吊起 看著他笑 今次 就見到我爸爸 因為其實 他主要是 我爸爸的 是 他走之前 他就見到我爸爸 就 睡在梳化裡 等我媽媽回來 因為我們爸爸走了 好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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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我媽媽回來 大概晚上九點明天 他一睜大眼 就看到我爸爸 站在牆上 不是站 是站在牆上 是 飄在牆上 就看著他 揮手在那裡笑 然後姐姐就 突然間很驚訝 就是 先生 可能見到姐姐很害怕 然後他就 立即飄回到他 他的房間 如是者 姐姐就說 他也有見到 我們就想著 是否你很 日式夢想 日式夢想 有時可能你掛著他 他說不是 他說很清楚 好 然後 因為我爸爸在生 很喜歡玩電話 很喜歡按電話 然後姐姐有一次 在洗衣服 然後聽到 有電話聲 在那裡按 按那些按鈕 嘟嘟嘟嘟嘟 那姐姐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她看外面 又沒有聲音 然後一會兒 沒有聲音 然後她又沒有聲音 便洗衣服 又按電話 然後姐姐沒有理 然後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是 住在新界 都習慣 那些叫做問禮 是 爸爸走了一百天 我婆婆我爸爸那些走 我們都是這樣照顧去問禮 是 問到上來的時候 她確認了她有幾個子女 那些什麼 確認了全部是適合靈魂 才說的 然後爸爸就跟我們說 很想念媽媽 她說她一直都是留在家裡 我們就說 其實都沒有所謂 但問那個女人 就說你不可以的 你要走 因為我住媽媽樓上 我又不怕 然後我就多口說了一句 我說 那你有沒有上來我到的 然後她就說 有 我哪個女兒都有去到 我有上你到 然後我說 你便上來我到 我不怕 然後 然後到了那一晚 我兒生女兒 不是經常在我那裡住的 她在外國回來 那一晚我就告訴她 我便跟媽媽說 那你便上來我到 我不怕 是 那那一晚就開始 我們兩個就打開了門 睡了半個小時 有一個門 聲音 但是呢 我就以為我兒生女 關門 我兒生就以為我關門 誰不知第二天 我兒生兩個都沒有關門 然後 我也沒有理會她 因為我覺得 可能是第二家屋 誰不知 我一個人睡的時候 我兒生就走了 接著 那些關燈聲 那些關燈 按燈的聲音 就差不多每晚都是 我亦都不怕 然後呢 接著就開始 那些門 推門的聲音 我習慣了關門 有時大聲又小聲 好像變本加厲了 越來越厲害 對 然後我就 沒有理會 然後我剛好 有一次最嚴重 就是 我剛好開了窗門 和騎樓門 然後去到 很厲害的 然後我就 激鬼氣 我就關了 即是熬到我醒了 他就關了窗門 即是關了窗門 房間的窗 開冷氣之際 然後他就按燈 按燈 按燈 然後我就沒有理會 然後我有個朋友 他是有陰陽眼的 剛好他來我家吃飯 然後我就說 我想問一下他 因為我想確認 究竟真的 有這回事 是不是我爸爸在 還是怎樣 還是其他呢 是的 是的 我說如果是其他的 可能有少少想 處理他 對抗 對抗 如果是爸爸 我覺得爸爸不會嚇我 那我朋友就說 他說看不到的 看不到那個是你爸爸的 然後他說 但是你家裡很暗 你多開燈 那我的確 我是不是很喜歡開燈 是的 然後他就再問我 他說你家裡入伙 你有沒有拜四角啊 那我就說我沒有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就說好是幫我聽 那他就說 但他又不可以 確實跟我說是看不到的 只是給我一些 訊息給我聽 要怎樣做 那我拜完四角之後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哦 OK 不過就算是 那也算容易解決了 還有那位爸爸 都沒有什麼害怕的 幸好他們 但是他又沒有說是爸爸 總之他看不到 那時候 拜四角的時候 那個老闆都會教我 怎樣做 你要怎樣說 所有地主 不主 不主 那些離開 然後做畢業 之後就沒有 因為其實在我媽媽那層 也有的 我媽媽也不相信 但他也親耳聽到 開燈 開燈 你有沒有試過心裡 說一些話 譬如 我幻想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又是跟爸爸有關的話 就是 懷疑 我可能會心裡說 爸爸如果是你 爸爸做什麼事 你就開燈給我看 不是啊 我不會玩這麼大的 我問爸爸 你是不是有話想跟我說 你去我的夢裡跟我說 你不要搞外面 你不要搞屋裡的東西 會嚇到我 其實當時我的心 我又不怕 我覺得 是家人 是家人 而且 因為我都是四處住酒店 我不怕 那我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 爸爸 我覺得如果是自己的爸爸 他就不會做這麼多事 嚇我 可能 可能 他 搬爸爸 不知道 可能因為他喜歡按電話 他按電話 就讓奇姐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又有按照 我不知道 只不過我想問我朋友 究竟是不是我自己的爸爸 如果是的話 就繼續 繼續留下 明白 如果不是的話 就看一看 那辦完四個之後 就沒事了 可能你爸爸除了喜歡按電話 也喜歡按燈鍵 我想也是 不是 有些人很喜歡按鍵 就是電話鍵 電話鍵 數機鍵 他很喜歡按鍵 就是按電視鍵 電話鍵 按鍵 好啊 多謝你分享這個 這個 起碼是溫情的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 但你都 他自己不怕 當是爸爸 也會舒服一點 對 謝謝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好了 我們爭取時間 聽多一個電話 好啊 喂 你叫我阿文 可以嗎 阿文 阿文 聽上去都 我喜歡很厲害 應該 什麼啊 你突然間 心氣很厲害 應該沒什麼事 你現在都 其實我不怕 因為我以前 我阿公是做南無佬的 不過我阿公已經過了生日了 OK 我現在住這間屋 都發生過幾件怪事 跟你說一件 連我家人都 感受到的怪事 因為以前那些都是 只有我一個人看到 但我媽媽那些不信 我住牛頭角的 就是那些 屋邨那些 是 那之後 她前身就沒有死過人的 但是呢 就說有個阿婆 就無端端說 就是不知怎樣她抹窗 但是呢 那椅子呢 她是感覺到有人扔走了 這樣就跌倒了 他的直腳 是 那我進去之後呢 也有拜四角那些 那後來呢 那間房間給我的 那間房間就是滾架床 那上面是震人桌 下面是電腦桌那些 是 那類 那我就很喜歡 晚上三四點 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工作 嗯 那就是 說找不到工作 我們就在那裡玩電腦 嗯 然後有一晚就 呃 感覺到有東西滾我耳朵的 就是很明顯 類似手指那些 是是 我以為自己 這個頭髮不是很長的 是是 以為自己的頭髮滾到 那不理他 然後後來突然 就感覺到 有人用口很大力吹一下 哇 是 是 然後我立刻 咦 弄一弄 但是為什麼 哈哈 就是它是催你耳朵 不是說 又用頭髮滾你 又催你耳朵 不是香艷 那種催 是很有力的 那種催 那我就感覺一下 要睡覺了 真的 是 因為 如果它這樣 弄得我的話 代表 你不要再玩了 你不如睡了 那好 我睡覺 那第二天我就跟媽媽說 你就裝沒事 裝沒事 然後回去睡覺 因為這件事之前 都發生過兩件事 那我 不以為意 然後第二天跟我媽媽說 喂 那房間好像有些東西 那我媽媽說 你不要生人生膽 然後好 那我第二天出去 那我媽媽就幫我摺衫 那電腦後面是個很小的衣� 那她幫我摺衫 那摺一下摺一下 那天發覺有東西摺到她的耳朵 又摺到耳朵 又摺到耳朵 因為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是長頭髮 那她就以為自己的頭髮 那我就摺一摺 那後來突然又吹了 吹到耳朵 然後我媽媽馬上打給我 喂 你昨晚是不是什麼 然後我說 是啊 然後好 那我媽媽幫我摺衫三個晚上 那她就買了一些樓枝 買了米 買了撈有葉 那她又打 好了 沒有了這件事 之後 我結婚 那那張床要拆了 因為 不夠住不夠睡 那我拆了她 一張雙人床 就是自己再訂了一張雙人床 那我跟我太太 那後來有很多小朋友 又出了一輩 那大概我小朋友 那大概我小朋友 在醫院回來家裡之後 那一路一直哭 就看著一個角落 但是小朋友的鏡 就是那個 不會看得太遠的嘛 因為剛剛出生的那些 嗯 我們都當她可能是扭手 那些 那我小朋友現在十多月了 她都是看著那個角落 很害怕 不斷哭 是完全是哭得很厲害 然後我媽媽就 就是這些古老的東西 就用一條穿過的紅底褲 就掛了一個位 哈哈 不是因為這些是古老的 傳統的一些方法 我兒子就不看那個位子哭 就看了另一個位子哭 蛤 這麼準 然後呢 因為我老婆 還有一次看到她 是在同一個位子說話 就是EIE 我老婆也有點害怕 是 然後後來 我媽媽就問了附近 就是會跟別人說 喂 我的孫子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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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呢 就不是什麼 學過學法那些 他只是說 他有上些什麼 佛教那些 彈的那些東西 他就說 那些東西就掛在那裡 類似一個 好像風鈴那樣的東西 是 就掛在那間屋那裡 嗯 到現在都沒事了 就沒事 哦 但是你們都感應到她的 就是她是吹你的耳朵 好像撩你 這個其中一樣 就是這件事是這樣 哦 就是她之前有些前科 不知道是不是她 因為其實我媽媽也知道 有時候睡覺 你會聽到 聽外面的椅子 會自己拉 不是會咳咳聲的 哇 是是 很騷擾 不會說咳咳得很大聲 兩聲左右 不會說拉得太重 咳咳 大概兩聲左右 就是她所有東西都是 因為我們都申請房子 OK 我似乎剛才說的所有東西 都是一下起兩下子 嗯 即是無論是撩耳啊 吹啊 即是以我阿東的說法 就是說 她只是想和你玩一下 是啊 即是未算有惡意的舉動 但是有 少少弄固你的成份 唉 沒有所謂 我家人本身都不害怕 哦 這樣也好 最重要是這樣的 你一開始就說 我不害怕 就不害怕 那就可以了 全家都這麼大膽 好啊 多謝你分享這個 謝謝你 好啊 之後又再打來了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 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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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